冠灰之甲顶一个没问题 宝宝跟过去 人物凝省 OK 场上的速度分析是老牛一速 豹子二速 冠犯的人是四速 童子 不是 冠犯的人是三速 童子是四速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宝宝比人快 可能是灰速 好吧 随宝都是灰速 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分身之后 他还可以封到他 因为豹子破了分身 豹子破了分身 跟他打过 没有跟他打过 跟他有打过 有赢有输 好了 翠眠服的话 去一波走过去 稳招 为什么能够封他翠眠 因为宝宝是配速 其实我来说一下 观传犯的优势在哪里 躲完了 首先是一速 可以全场控制 哎呦我的哥 好吧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你到底会不会打PK了 我真的不明白 两个三寸单挑 你他妈用巨要灵干什么 我不明白 我到现在没想明白的 你逢他催眠 怪物自动打过去 又开了 巨人颅的单挑是 是单挑还是裙P啊 了吧 单挑的话就看 裙P就不看了 裙P不看 裙P不看 看不懂裙P 准备摇灵丹 然后点错掉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 一个一百只肉的 翻顿商打黄 打这个的话 应该不应该犯这种 低级的错误啊 犯的很头疼啊 欢迎丁利啊 我童子去拍下老牛 零生术反击水方 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把死亡震到了 但是这种死亡的话 其实倒说实话 在单挑中的死亡的话 真的 反正事情不是非常大 作用不大 不到时候没有作用 我感觉作用不大 好了笑里看到轻压愤怒 长木剑第17回合 分身具躲残 没什么大的问题 宝宝一波防御的话 这可能是不敢正面跟对方刚 可能宝宝翻面 我感觉可能是关上方那边 要热一点 对上方要强一点 好了宝宝打过来 直接防御207 202 顶一下 人物难道有输出吗 看不懂 好了这边单秒一下 1349 继续打过来 继续防御 有点变态 有点变态 这个黑伤老妖的话 始终在抢镜头 这黑伤老妖是个什么鬼 我也不明白了 好了一波加血的话 然后继续防御 又能顶好多回合了 然后继续电 用电来输出 轻宝宝 宝宝数量目前是0比0 没有那么大的概念 这边的话 始终不顶宝宝的血 我点忧患意识比较强 我觉得该顶宝宝的血了 老板 宝宝的话 其实在场PK中 我说过很多很多遍 人是最重要的 放在第一位 宝宝放在第二位 药品是放在第三位 你就那么几只宝宝 打完了你是必须 现在的情况 不容乐观 背面的赌王的话 首先是带毒 完了之后又中死亡 观众方的宝宝 被清了一个1比0的 好了 丽皮画山直接出来 劈弓宝宝 看输出说话吧 来吧 3600 舒服 但是没有劈死 很烦 然后他又加血了 其实最烦的就是这种 不死 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 好了 再来一刀2000多 对方的豹子没有动 动了 那说明没有防御 好了 一波催眠符的话 注意顶上去 豹子是配素 人是归素 可以破分身 可以一波卡睡 所谓的卡睡就是宝宝 A过去 人物在风上 对方 对战方没有任何 去操作的时间 这个铃铛竟然能中吗 竟然中了 这么厉害的宝宝 他妈说跑就跑了 好吧 又是一个1比1了 观照又出来了 失回合之后 可以出观照了 观照是吧 所有的法术 就能示范一点 来 观照万象 只能示范一次 来了 来了 基本没了 因为后面还有水曼 还有这那的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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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